像那天MG149的罗书磊派了那个会计师去查账的时候 党在门口是台邻市议员 在那边保护柯P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民进党现在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那蔡英文当然也保持安全距离 甚至包括说柯P因为批评女性 然后歧视女性的言论的时候 蔡英文没有声音 她是女性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女性的团体 父女父权团体也没有声音 所以你去看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讲说 为什么柯P他的失言 他的所有的事情MG149的事情 为什么都没有发酵 为什么民调 真的他其实民调没有下来 为什么 因为媒体没有真正发酵 因为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MG149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父权团体到现在为止 没有批评 没有批判柯P这么严重的一个言论 你就知道 他们其实是挺柯P的 那你当社会中的许多的媒体 他是公然挺柯P 然后公民团体挺柯P 民进党挺柯P 所有这些人在挺柯P的时候 其实那个挺是非常用力 非常坚定的挺的 好 那蔡英文这样子保持距离的时候 可是民进党的市议员在选举的时候 又都挂柯P的招牌 其实台北市的市民真的不知道民进党跟柯P的关系吗 大家还是知道 好 那这样子他们中间会不会有利益 就是说利益上分配不均 比如说柯P要帮台联 如果这个选区里面有台联有民进党 台联跟民进党现在是有恩怨的 我那天碰到台联的市议员 他说民进党实在心 那个手段 骂民进党骂得比国民党还凶 可是在柯P上面他们统一了 所以对国民党的恨 绿的选民是这样 他们对国民党的恨 团结着他们彼此内部的所有的不利 因为选民会逼着他们团结起来 去挺柯P 好 可是少了母鸡 我要问问郭教授 少了母鸡之后 那么对于绿营的部分 民进党的市议员的部分 这选情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 或者是造成刚刚所谓的 所谓的分离投票 最后票是给柯文哲没有错 但是并没有给市议员 这个其实在初选那个时候 这个问题就爆发过了 那个时候不是所有的 区主任来抗议吗 所以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就处理了 就说民进党是没有母鸡的 那柯文哲不可能只帮你站台 那柯文哲那时候原则也很清楚 甚至包括林国成 亲民党长他也去站台 胡党级他也站台 只要你愿意跟我配合 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就认了 没有办法 可是这一次民进党 大概只有士林北投参选爆炸 其他地方提名还算保守 那因为整体国民党的民调是下降 所以当选几率还是高了 说实在 当选几率 好 校长我们待会儿 我们休息一下持续关注 还是跟选情相关 马上回来 这么多 capt� 那么呢 全部取材 这些 两个 打赏 放赏 看 再来 在这整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